民宅外牆在大火後 變得一片熏黑 兩側招牌也受到波及被燒毀 二樓還不斷冒出濃煙 清晨四點 桃園市中立區榮民路上 移動三層樓高的民宅 突然發生火警 或是燒得太過猛烈 鄰居想要幫忙滅火 也無功而返 是在外面先把外面打 因為他已經燒到那個招牌了 隔壁的招牌跟左右兩側的房子 對 所以在外面放完滅人 對 沒錯 對 火勢非常大 已經衝出來 玻璃都已經衝出來了這樣子 三代同堂的家庭 只有住在一樓的兩位老人家 球星屋主和外勞順利逃脫 住在二三樓的熟食三人 被困在火場 48歲的熟數與12歲的侄子 先後宣告不治 15歲的球星少年 雖然恢復心跳仍然呈現昏迷 到了現場的時候 火勢已經非常猛烈 從二樓的有火蛇不斷的燦出 那根據屋子表示 裡面有人員受困 其中兩位民眾 我們是在二樓的地方發現 這個南清的一個受困患者 那另外一位是在三樓的地方發現的 這起造成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 火警其因還要等待調查釐清 記者簡診楓玉珍桃園採訪報導 那就是在三樓的國家 援出品